安省进步保守党政府在一片争议声当中 通过了39号更好治理市政法案 赋予多伦多和厄泰华市长有更大的权力 谭文聪报道 今天是安省议会假期休会前最后一次会议 执政进步保守党政府通过备受争议的39号更好市政治理法案 包括赋予多伦多和厄泰华市长更大权力 可以在只是获三分之一市员支持情况下 通过修改省级优先事项章程 自进步保守党提出修订房屋法 已实现10年内建立150万套可负担房屋以来 反对党提出质疑 指省府是为满足支持进步保守党的发展商 多伦多市和厄泰华市目前是试点城市 对党提出质疑